哈哈哈哈 你这攻击就像挠痒痒一样 再用点力 裂缝冒长臂快打败他 这就结束了 不带脑子就冲上来 结果连一点皮毛都蹭不掉 我看没脑子的是你 火箭 镖姐姐打好轮到你上场了 什么 完成得很好裂缝冒长臂 我就不信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弱点 聚合光炮 好枪法全部命中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原来裂缝暴长臂刚刚的攻击只是为了找出他的弱点 你们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我们明明命中了所有标记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的装甲 一点伤痕都没有 费了半天功夫 我以为你们要干什么呢 太可笑了 难道我的分析错了 你们就这么想找到我的弱点吗 告诉你们 那东西 那东西根本不存在 尽情恐惧吧 猜一下 接下来 谁会先遭殃哪 嘿嘿嘿嘿 详细普林士 详细普林士 抢啊 快逃 太快了 这根本无法命中 看我的 锁定你了 可恶 可恶 竟然敢捣乱 让我逮到你就完了 哎 不行 一定要就裂缝暴长臂 别风暴长臂 别风暴长臂 你还敢回头 胆子可真不小 你 你也不赖忙 你们 你们 可恶 我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废铁 啊 超越斗神 全功力输出 原子灭电扎龙炮 超越斗神 你的能量快要用光了 我知道 我支持不了多久了 你们快撤回来 还能够吗 哼 我怕你追不上我 超越斗神 你够给力的 刚才情况紧急 这一下消耗太多能量了 但在这个距离 我想 应该也有效果吧 当然有效果 你们成功的 把我惹怒了 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无效了吗 注意 散开 所有攻击都无效了 这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 让我看看他的资料 他的原型 是个叫恶魔铁优甲的甲虫 俗称铁甲虫 不过他确实很硬 通过翘翅分层玻璃的保护机制 他可以承受自身体重四万倍的压力 我知道了 狂甲的装甲原理 海诚 你太棒了 嗯 大家听我说 狂甲的外层翘齿 可以通过振动 使用分层玻璃的能力 这就是他的秘密 什么意思啊 分层玻璃 可以将打在身上的冲击力 全部化解 所以即使是二合体的火力 也无法对它造成伤害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可恶 事到如今 还是用超变合体吧 我们这个状态 就算能合体成超变战神 也只能维持极短时间 而且 别再磨蹭了 再消耗下去 连合体的能量都不够了 超越斗神 我明白你的担心 但我们可能 没别的选择了 啊 等等 强心普利士 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哎 火力不够 我们甚至打不通他 我想到了 强心普利士 我想到了 快说海城 昆虫是通过触角 来感知疼痛的 狂假语气说不怕疼 不如说是感觉迟钝 破坏他的触角 让他失去感觉 好主意 这次就让我来吧 哎呀哎 自己上来挨揍 我满足你 哎呀 哎呀 看来不冒点险不行了 嘿 哎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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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超速裁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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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你的触角损坏了 呃 那要怎样 不就是没有感觉 战斗起来更勇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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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下吧 傻大哥 激动光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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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傻瓜 只要我震动翘翅 任何攻击都不会有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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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打败狂甲了 耶 裂风暴长臂 你这回出境风头了 虽然我裂风暴长臂是很厉害 不过这次是多亏了大家了 海城的提醒才是至上关键 你太棒了 哈哈 人家会害羞的 这股力量真有趣呢 哈哈 哈哈 今天不错 打得真过瘾 没什么能难倒我们电行联盟 等等 那是 我去看看 慢着 呃 我先扫描一下是否安全 这 这玩意儿正算发着非常强大的能量 这是 这是 这是狂甲用来强化自己的那个装置 哼 不自量力 让你们看看 真正的速度与力量的结合体 哈哈哈 看来这是一种可以存取能量的机器 运用的是分子仿生超渗透系统 说人话 唉 简单的说 这设备像一个能量电池 里面存储了重兽收集的能量 框架使用了里面的能量才变得这么强大 这么说 理论上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能量 然后变得更强大咯 嗯 我想是的 哇 那还能什么 快点用起来 但是 这些能量 可都是那些虫兽抢来的 一点都不光明磊落 唉 这些虫兽 可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呢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虫族 简直要吓傻了 啊 这 天呐 这是什么呀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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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虫王大人 我们自由了 呵呵 那 那是什么怪物 你们 你们到底是谁 可恶的人类 竟然敢抓我高贵的虫族统类 今天开始 你们不再是普通的昆虫 而是我们伟大的虫族一份子 我还记得那只大甲虫 啊 怪兽啊 怪兽ar 快跑呀 不可以乱扔东 organizing 就是从那天开始 虫族不停地在地球制造混乱 会造成混乱的 可不只是虫兽 大家为什么都看着我 长臂来地球的第一天 长臂就是一场灾难 我不过是制造了一点点小混乱 救命啊 我来了 看我的 又来了一个浩凯星人 你们睁大眼睛 我的厉害了 太好玩了 这叫不是谁啊 是来添乱的吗 不管他是谁 我们都得先阻止他 快 住手了 你波及到无辜的民众了 你们都让开 别碍事 虫兽是我的 反正我们最后还是打败了蜻蜓兽 不是吗 不得不说 和我们交授过的这些虫兽真的很强大 而且技能也很多样 让你们见识一下苍蝇兽的实力 上吧 这是什么 什么 肌甲 被腐蚀了 见识奇迹的时候到了 各位千万不要眨眼睛 这虫兽有催眠能力 这要怎么搞啊 不能看他 就没办法进攻了 好强的力量 气纲全开 什么 攻击光波 居然追着普利师不放 烟雾弹 已是这种昆虫 能在沙地下神充鬼没 大家让开 已是兽是我的 这也太猛了 大家别回忆了 我们快把这些能量用掉 变强就完事了 可是长臂 这些能量是重足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 在地球制造无数次混乱才得到的 你真的想要使用它们吗 这 怪兽怪兽 看我的 这是什么 重手看起来好可怕 快看 那个烟雾是 看我的 什么 咱们 咱们 照顾 你 你的 咱们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太过瘾了 头吧 你们再怎么逃也是没用的 快跑 快跑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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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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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们得动作快 虫王一定会不顾一切夺回这东西 一旦虫族大军出动 将会造成更多的破坏和群众的伤亡 长臂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我们用了这些能量的确能变得更强 只是 别说了 我宇宙第一改变主意了 我已经很强了 才不喜欢这些能量 你说的对 对 我们变形联盟不需要这些能量 也能守护地球 嗯 为了避免这些能量 又落到虫族手里 我们得毁掉这装置 急速大剑 好的 中锤 日渡战轮 烈光加农 超速裁决 创刺终极 赛 敲鸣 敲鸣 敲鱼 敲鸣 切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